推開大門 進入玄關 一層兩戶的規劃 是我為他們特別設計的巧思 這兩戶幾乎一模一樣的空間格局 各自加入了居住者的性格與喜好 透過軟裝與家具的設計加持 成為了兩戶截然不同的居家美景 哥哥家精緻厚實 弟弟家則是溫暖清新的風格 代表著兩個家庭的生活態度 雖然已經到了成家立業的年紀 兄弟倆的感情依舊深厚有愛 這就是我創造一層兩戶的設計緣起 忙碌了一天回家 是最幸福的時光 走進臥室 但是在此刻 洗一場痛快的熱水澡 便足以退去一身疲憊 當熱水滴滴落下時 溫暖的蒸氣冉染上身 疲憊也就此完全釋放了 洗完澡後到書房沉澱心情 這裡也是最有安全感的角落 忙碌了一天 與家人輕鬆地談天 索小分享著彼此的生活瑣事 減少物件的堆疊 空間簡單卻又不時單調 減少形態萎縮的空間 塗上附有自然機理的漆面 讓臥房擁有獨一無二的手作溫度 當陽光透過百葉沖散灑落 這是她最喜歡的空間樣貌 走入浴室 簡單地沖洗沐浴後 換上舒適的運動套裝 沿著動線 倒酒窖選一隻82年的老肺 準備與哥哥來一場 Man's Talk Hey man What's up? Not bad And you? Fine Cheers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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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